1月8日,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《中族论坛》时指出, 香港目前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内外交织的困难,停止暴力,恢复社会秩序是社会重新启动的关键。 香港根基好,制度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仍大致保持,展望未来,它依然持乐观态度。 陈茂波表示,过去一年环球经济增长放缓,中美经贸关系起伏不定, 英国脱欧也几经波折,香港面临的外部情况十分严峻, 因此外贸表现疲弱,消费和投资气氛受到影响, 再加上本地社会事件的冲击,旅游、餐饮和零售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。 香港经济形势显著恶化,2019年经济陷入10年来首次负增长。 暴力冲击若果持续,肯定会令访港的旅游业、私人消费和投资难以恢复, 更加令更多的打工仔饭碗不保,影响更多市民的生计, 令人担心的是这样会进一步削弱国际社会和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, 所以停止暴力,恢复社会秩序,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, 也是让社会重新启动的关键。 陈茂波进一步指出,面对经济下行压力, 特区政府2019年8月至今退出四轮纾困措施, 旨在减轻企业和市民的压力涉及资金达250亿港元。 尽管面临当前的困局,但陈茂波认为, 香港未来前景依然是光明的。 过去半年,尽管经历内外交织的困难, 香港的制度优势和核心竞争力, 至今仍大致保持, 一国两制有效实施, 香港继续是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佳的营商地点之一, 资金、货物、人才和资讯自由进出, 税制简单,税率低,监管制度健全, 崇尚法治和司法独立, 以及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中, 扮演一个独特和重要的角色。 撇开短期的困扰香港的因素,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, 对香港未来的前景仍然是充满信心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